那是因為受到上幾個禮拜 日本地震還有利比亞宣布輕火的影響 造成市場的疫情 嚴有需求減少 而國際油價回跌 是這個原因 那對於像我們機車主的話 對你本身來說那你會覺得有所影響 當然有啊 因為我們是學生 然後根本就沒有錢 然後都是跟家人拿的啊 那你覺得這次的降服對你來說 那個會不會很大 還是覺得說降服還不夠 就其實有這樣就好了啦 我覺得 對啊 還好吧 以前36塊的時候就在忍受了 現在二十幾塊還OK吧 中油公司指出 在3月底前 油價可能還會繼續回升 所以在整體來說 油價還是會往上爬升 想省錢的朋友看準時機 東台新聞楊國柱 莊文化台東報導